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今天能够主持白老师导赏红楼梦的讲座 就更加感到荣幸而倍加珍惜了 讲座之后将设有问答环节 将由白老师同金圣华教授共同主持 各位嘉宾可届时同两位教授进行交流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首先有请善恒书院院长 新世文教授致欢迎词 有请新院长 白生荣教授 神主要校长 各位同事 各位嘉宾 嘉宾 各位同学 普通话不是很好 下午好 欢迎参加我们上海书院 今天主办的白生荣教授 道响的红楼梦讲座 上海书院是中文大学一个新的书院 在2006年创立 书院的院训是文型中性 所以我们对培养学生文化修养 是我们全年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为了庆祝我们书院十周年纪念 很高兴通过我们荣誉原木委员 金圣华教授的联系跟帮助 邀请到白生荣教授 做我们书院第一位 第一位 杰出访问学员 举办 举办今天的讲座 跟后天晚上 我们书院高卓晚宴的主讲 接奔 能够做成这两个重大的愿性的项目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所以我代表书院 谢谢白教授跟金授授 白生荣教授 我不用介绍了吧 他是世界著名的文学家 我们红楼梦呢 也是世界影响力很大的 中国文学名著 今天由白生荣教授讲红楼梦 真是太难得了 刚才我跟白生荣教授谈一下 其实白教授讲过很多红楼梦 在不同的地方 在香港中文大学 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所以非常难得 所以我也不多讲了 就让我们快一点享受 这个文学 思想 艺术 舅荣的精神盛会 谢谢大家 感谢新院长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有请 善恒书院荣誉愿务委员 及翻译学荣须讲座教授 金盛华教授 为我们介绍白老师 有请金教授 白先荣教授 校长 新院长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很荣幸 是香港中文大学 和善恒书院 庆祝成立十周年的大好日子 然后呢 我们就请来了 白先荣教授 跟大家导读 经典名著 《红楼梦》 刚才院长说过了 白教授 他在美国的时候 在Santa Barbara 教红楼梦 教了几十年 然后呢 在台湾的台大 开《红楼梦》的课 在北大也开《红楼梦》 但是 在我们香港 那么就是在中文大学 这是他有史以来 第一次 在香港讲《红楼梦》 所以我们今天实在是机会难逢 非常的幸运 白先荣教授是不需要介绍的 他的大名 他的著作 在两岸三地 跟世界各国 都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大家都知道 白老师早会 在他呢 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早在 1958年吧 20岁刚刚出头的时候呢 已经发表了第一篇的小说 在大学时代呢 就创办了台湾六十年代 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文学 但是 他最了不起的成就 那就是他一辈子 都对文学 文化 努力地推动 可以说 是从青春年少 一直到现在 松博之灵 永远都是 永远地推动 始终如一的 我们只要看一下 他自从 二十一世纪开始 他所做的工作 所得到的成就呢 已经是令人惊叹不已 二十世纪初 在2001年的时候 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 把昆曲评选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相 其后呢 白老师就全神投入 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 自从2004年开始 首演 一直到现在 这出戏 在全世界各地上演 超过两百场 所到之处 必然引起轰动 使昆曲这个百戏之主 恢复了璀璨的生命力 2012年 白老师出版了 父亲与民国 白崇喜将军 身影集 为民国史填补了空白 在两岸三地 以及英汉 汉学界 英美的汉学界 都广受重视 到了2014年的2月 长篇小说 聂子 班上舞台 是当年台湾国际艺术节的 开幕的节目 同年3月 出版 止痛了伤 白崇喜将军和228 反正历史的一个真相 那么自从2014年开始呢 白老师又在台北 台湾大学开设 《红楼梦》的导读通试课程 原先他准备交一个学期的 后来是欲罢不能 那么后来越交越久 我们交了 我知道白老师交了足足三个学期 一共18个月 把毕生对于《红楼梦》的认识 请郎相受 2016年 就出版白先勇 《戏说红楼梦》 《洋洋三册的大书》 一共是1040页 各位待会儿在那个讲座之后呢 就可以在外面看到这套大书了 因此可以说 白先勇当年 我相信他父母给他起名字的时候 一定是早有玄机的 他的的确确是创造文学 推动文化的先锋 他又热爱中国文化的贵宝 比如说爱牡丹亭 爱《红楼梦》 这一爱起来呢 推动起来 情之所致勇往直前 久死无悔 所以说 白先勇给我们展示的 岂止是青春版牡丹亭 简直就是青春版的黄金岁月吧 白老师 在我们面前的白老师是 不老的白先勇 永远的白先勇 白先勇跟《红楼梦》的渊源很深 白先勇讲红楼 完全是从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评论一个伟大的经典名著的角度来谈的 其实白先勇的著作跟《红楼梦》是一脉相承的 这两者的笔下都是对我们人士充满的悲悯和大爱 而白先勇书中的所有的人物 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的 那么可见 白先勇是曹雪芹的知音 深深地懂得当年作家 构思下笔时的用心所在 他也是书中的主角 怡红公子的知己 两者隔空隔代 心灵互通 心心相细 最后 让我引用一段叶佳莹教授的话语 叶教授今年高龄九十三 他是白老师的老师 他也是诗词大家 是学术界的享有圣誉 他怎么说呢 他说 《红楼梦》是一大奇书 而此书之所能得到白先勇先生取而跃之 则是一大奇遇 天下有奇才者不多 有奇才而能有所成就者更少 有所成就 而能够在后世得到真正解人之资赏者 更是千百年难得一见之奇遇 而白是此书令我深有此难得之感 我们今天就很高兴 趁着这个十年难得的机会 见证这场千古难逢的奇遇 让红书跟白说互相结合 白公子跟怡红公子的对话 带给我们一个毕生难忘的经验 谢谢各位 感谢金教授的精彩介绍 相信听完金教授的介绍 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吧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白老师为我们捣赏 中国四大名著之首 《红楼梦》 有请白老师 沈校长 新院长 还有金生华教授 各位来宾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先谢谢三横书院 给我一个机会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在几十年来 对《红楼梦》 这个研读的一些心得 那我在台大呢 刚刚金老师说了 我讲了三个学期 讲了一百个钟头 今天我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 所以我可以把它浓缩地 讲几个重点 在讲《红楼梦》之前 我记得五六年前 沈校长把我召唤去 他说要我替中文大学 设立一个昆取中心 他说中文大学 这个名字说中文大学 就应该推广中国文化 我身为他这个话所感动 的确是 我想我跟中大结缘 结得很深 在这里都是一些文化活动 那么这些昆取的中心 我们说昆取之美的课程 由今天来做的 华为教授主持 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教了上过一千多学生 可快一两千学生 受益的不少 我想之所以 我这一生跟两本书 结缘最深 一个是牡丹亭 一个是《红楼梦》 所以我也替汤天祖跟曹雪芹 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一些事情 那之所以我想极其于推广这些书 最重要的一点 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想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我想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身中的最重要的 还是最努力追寻的目的 我想在座 大家我看最内心底 我都有一种 我想对我们中国文化 深深一种关切 而且我想从十九世纪以来 经过二十世纪 我想我们中国文化都处于弱势 在整个世界上都处于弱势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心中的一个隐痛 我想我们本来有这么辉煌的 这么过去的几千年的 这么辉煌的传统 而现在我想在世界的文化的发言权 好像我们处于弱势 如何 我想如何恢复我们这个过去辉煌的伟大的传统 我想是可能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其实都有一种使命感的 都有一种使命感的 我在想说 我一直在想说 这个二十一世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 要恢复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我想复兴的一个契机 我们现在我们处于这个成平时代 几十年的成平时代 我想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做这件事情 当然文化的复兴弹劾容易 非常非常艰难 非常艰巨的事 可是我就想想 如果我们整个民族 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冲动 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一种的想法 我相信他会玩 他会成功 他会成功 整个民族如果都是像这个想的话 我想这件事情会成的 会成功的 所以每个人 我想尽自己的力量 做一份这个工作 我自己也是 尽我个人 其实很微薄的一个力量 在推广昆曲 在讲《红楼梦》 其实我心中 都有这么一个愿望 希望 二十一世纪 我想我能够看到 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文艺复兴 所以我讲《红楼梦》 也有这个目的在这里面 《红楼梦》 的确 它是这个 我以为它是一本 天下的一本奇书 而到现在呢 我今年八十岁了 我想到今天 我想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说 我要宣称说 《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 我再听听到 可能有大汉沙文主义在这里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 的确 至少我看过的一些小说里面 我要把《红楼梦》放到第一本 我想是这个 西方有很多伟大的小说 不错 西方有很多伟大的小说 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也看了一些 看了不少 他们的经典之作 可是 看西方的经典之作 我得正经为作 我得从头看到尾 很吃力的 很吃力的把一本书要看完 看完 这才会了解到其中的奥妙 可是《红楼梦》这本书 最好看 随便翻开哪一回 随便翻开哪一页 你都会看下去 会追下去 它是真的一本真的很好看的书 虽然它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意识 它也有了不起的艺术成就 可是它以最动人的故事 以最鲜活的人物 把这些最深刻的思想 最深厚的感情表现出来 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我今天讲到了几点 讲到几点 我的题目是如何 有种倒赏 在座的 有些是可能 一些同学们 有些已经看过《红楼梦》的 可能有些没有看过的 我想我讲几个重点 讲几个重点 如何来看这本书 第一 我想《红楼梦》呢 它是一本非常非常复杂的书 非常复杂的书 那它的背景呢 就是它是成于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乾隆年代 十八世纪乾隆年代 那么曹雪芹呢 他自己的曹家 他虽然是汉人 可是他们是清朝 归于旗人的包衣 就等于是皇帝的 等于是皇帝的 这个仆人一样的 可是因为曹家 他这个曹西的太太 孙氏是这个乾隆的 不是是这个康熙的奶妈 所以康熙对曹家 非常的慎宠甚深 所以曹家一方面 虽然他是皇帝的包衣 可是他享有非常隆重的 非常浓厚的所谓的皇恩圣恩 他做了江南执照 所以他们家呢 等于说是贵族之家 曹雪芹是经过一些 过过贵族生活的 不过他后来在雍正的时候 他们曹家被抄家了 所以他们曹家就没落下去 因为曹雪芹经过他自己 自己经过他的家世 大起大落 经过繁华的生活 也经过没落生活 所以他对人生的那种 这种旷位 这种人世的起落 非常感受非常深 所以也反映到 他的《红楼梦》的小说里头 那他写的第十八世纪 大概十八世纪 《乾隆盛世》的时候 他这本小说 反映了 也是反映了 《乾隆时代的盛世》 可是呢 我讲的 因为曹雪芹 他有过人的 艺术家的敏感 艺术家的敏感 那么他对于这个整个的 大时代的兴衰 大传统的这种 大传统的起伏 对于人世间 对于人世间 这个 人世 这种命运的不可预测 对于人生的那种 这种无偿枯荣 这种呢 他都有一种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敏感的 一种一种感受 所以他这本书呢 这本书可以说是 一首史诗式的 一首晚歌 因为《乾隆时代》 是中国文化 由盛如衰的关键时刻 所以这本书不光是写他个人声势的衰落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 他也写了中国文化 我们中国的文化 从乾隆时代一摔下去 到19世纪 简直就是江河日下 他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这本书在有意无意地 也反映到了那种由盛如衰的这么一个关键时刻 这样的话 它的文化意义是更加扩大的 我讲的是 这本书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首天儿之歌 讲到这个以后 我们讲到这个《红楼梦》 怎么去看它伟大的什么地方 第一 这本小说 一方面我刚刚讲的 它是写了这个十八世纪 它这个贵族家庭的一个写实生活 可是我想更重要的 它有一个神话预言的架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一开场的时候 它有一个神话预言的架构 它的架构 第一 它有几个神话 它一开场的时候 它想 第一个神话是什么 是女瓜补天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是神话的 它选的是一个女神 这个要紧 这本小说 在某方面来说 也是描写女性 在我们中国小说 中国文学里面 描写女性 描写女性最深刻 而且女性地位最高的一本小说 最尊重女性的一本小说 它的一开头 女瓜 女神出来 它是什么 补天 它讲的女瓜补了三万六千块石头 补天 因为中国的神话 公公是把天柱撞断了 有个大缺口 补天 剩了一块石头没有用 剩了那一块石头没有用 那块石头没有用呢 后来那个石头就在这个清根峰下 清根峰 清就是青色的清 根 土这边一个根子 清根峰下 清根跟情根是卸音的 情根 所以这个石头在清根峰下 慢慢慢慢生了情根了 生了情根了 这个情 就是这本书的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个情字 而情还生根 还生下去生根 你看这个石头不得了 不光是一块石头变成 还生了情 而且还生了根 所以呢 这块石头呢 最后呢 这整本 我讲了个预言 所以这本书又叫做石头记 讲什么呢 讲这个灵石 就是女花这个石头 下凡以后 当时我们男主角 就变成贾宝玉了 他这个石块石头在红尘里面历节 这个石头没有补天 没有补这个缺天 它是有使命的 他这样的人间呢 他就补什么呢 补擎天 补擎天 我们说的 我们有一句话 涅海晴天 涅海晴天 它要去补得更重要 更艰难的 更艰难的一个工作 就是去补晴天 晴天怎么能补得起来 你说 晴天裂了以后 很难补的 晴天难补 所以这块石头的使命更重 所以它是在情根封下 它这个情根下来 整个的我们是 所以它一来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个神话 所以头一回还有第五回 很重要的是这个神话架构 所以这本小说 它不光是一个写式小说 它也是讲一个神话 寓言 寓言常常讲我们的人生 寓言是讲我们的人生 所以这个完食历节这个寓言 一方面 它是讲我们的这个石头下的下凡 它或者变成贾宝玉 贾宝玉 它是最多情的一个人 最多情的一个人 它要去安悟 它要去安悟多少女孩子的情 你想想看 是一事 所以它是希望 女孩子那眼泪通通给它 变成一条河 它最后它就扶在那个 死在那个河里面 它就飘过去 希望所有的女孩子的情都给它 它替它们说出来 这么一个故事 那这个好了 女瓜这个石头记了 这个石头呢 后来我就回头回头到了那个神话去 这个灵石和漫漫呢 它在秦宫凤下 它就变成了这个神英四者 这个有灵了 这个完食变成一个仙了 第二个神话变成一个仙了 它在到了那个灵河旁边 灵河旁边呢 灵河旁边呢 三生十半呢 就有一颗仙草 叫酱珠仙草 酱珠 酱是红色的意思了 别忘了 这个红字在《红楼梦》里面最重要 最重要 任何的红字它有的 所以红楼梦 比如说叫《红楼梦》 所以叫《怡红公子》 所以叫酱珠仙草 它那个红字都很有用 很有各种各种意义的 《红楼梦》但是讲红尘了 但是这个酱珠 怡红公子的这个红字 等一下我再讲的最后 这个贾宝玉 最后那个星星红的大斗篷 出家的时候那个红字 这些红字都是有意思 红在某方面代表情 代表热情 代表热情 所以这个酱珠仙草 酱珠仙草 跟这个神音侍者 在灵河旁边 这个酱珠 在灵河旁边呢 这神音侍者呢 天天拿那个灵河的水 来灌溉它 来灌溉这种仙草 灌溉仙草 一直灌溉它变成 它成型变成一个女 变成一个女胎了 是谁呢 林黛玉 黛玉 黛玉 好 这个酱珠仙草 为了要报答神音侍者的灌溉 所以它也降到凡 降到这个凡尘去 降到凡尘去 那就是我们的林黛玉 林姑娘 林姑娘 因为这个神音侍者 灵河的水灌溉它 它就要还债了 它还债了 还什么债呢 还情债 受了它的情呢 还情债 拿什么还给它呢 拿眼泪还给它 多么美的故事 你想想看 眼泪还给它 所以我们林姑娘 爱哭 你说林黛玉 为什么整天要哭呢 因为她要还债 要还债嘛 这个故事很美 也非常真确 你想想看 世界上 世界上 有多少眼泪 是为爱情而掉的 为爱情而哭的泪 比什么都多 大概 是激起来 激起来 所以她这个神话 还泪 所以要 我们的林姑娘 要还泪 一直还到 泪尽人亡 她的还光 那个眼泪 她的死掉了 死掉了 所以一来 就有这个神话故事 一个是补擎天 一个是还泪债 这么样的 这么样的 这么一个神话 这么神话 刚刚我讲了 这个完事历劫 这个完事历劫 可能还有更深层的一个意义 我想 这本书很重要 我想 佛家 道家的思想 还有儒家的思想 这三种思想 这三种思想 我用第二个讲的 其实完全贯穿了这本书的 完全贯穿了这本书的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丸世历劫》 刚刚开头讲的 《女瓜补贴》 这些道家的那些 道家 先 这个道家的故事 他们这个 这个是 贾宝玉跟林黛玉的先缘 我想说 但是还有佛家的 佛家的预言 丸世历劫 就是个佛家的预言 这块丸世 等于说 到了这个是红尘 到了红楼梦 到了红尘 这个 历尽了各种的 劫 这些道家的预言 在《丸世历劫》 他最后 最后成佛 最后成佛 我想 这个恐怕也是 一个预言来说 可能 可能 这个 这个 我 我觉得 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 很可能 这个 曹可卿 当然他了解 他对佛家有研究 而且对于佛陀的一生 当然非常了解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某种意义上来说 有人说这个红楼梦 也是等于是佛陀前传 贾宝玉跟十大多太子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 很相像之处 都历尽了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然后呢 就堪破了人间的生死无常 最后成佛 最后成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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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历尽这个 我想 完食历尽这个神话 可能 也是说 也是一个 Universal 也是个这种 普世的 也就是说 我们几乎说 我们每个人 都是等于是个完食 开头是一块 普玉 一块完食 到了这个城市 红尘滚滚 经过多多少少 最后 最后再 回到这个 在这个 贵荣凡尽去 这个城市 城市上 所以他这个 预言 他也有 普世的 普世的意义在里头 普世在里头 所以 他这些 预言都是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有 有 有深度 非常有深度 而且呢 是他这个 总管了 这个整个 是这本书的 第五回 贾宝玉 做了个梦 大家都看到 他到了 太虚幻境 太虚幻境 是这个 是曹雪芹 他创造的 一个神话了 曹雪芹 创造的 一个神话 那就是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 那个情境里边 他在这个 太虚幻境里边 这个里边 他 我想 这个 总管了 这些所谓 这个 涅海 晴天宗 那些 痴男 痴男怨女 的这些命运 所以有很多 贾宝玉 去看了好多 上去的时候 看了很多 很多很多 那个厕子 还有听了很多 那个曲 什么 这时候都总管了 后来下面 十二金猜 还有他们 这些 他认识那些人的命运 的命运 所以 我在讲了 命运是这个 这部小说的 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主题 这个 这个 第五回 也讲 也讲了 这个了 所以这个 它的神话 它的这个 预言 通通 通通 掌管了 整个 整个架构 所以它架构 除了这个写实以外 它上面有 形而上的一个架构 所以 《红楼梦》 是两个世界 上面一个世界 上面的世界 是这个 神话世界 是预言世界 下面世界 是写实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 很了不起 这两个世界 这个作者 来去自如 他上去 升上天 你也跟他升上天 你也不觉得奇怪 你觉得 真的有那些 真的有那些 神的道 什么佛 他回来了 回到了人间 你跟他一起回来 你也不觉得奇怪 所以它这个 书的架构 两层的架构 其实 《红楼梦孔》是中国小说的第一本 有那么严密的架构的 所以从头到尾 它非常非常严谨的 它严谨的 除了这个神话跟这个预言以外 它三种哲学 儒家 道家 佛家 这三种哲学 也在向三谷暗流 在控制着整本书的发展 整本书的发展 他们有一个 第一回的时候 就有两个人物出现 那么一个是在甲雨村 他是一个落魄的书生 要去考试的 后来他做了官 做了官 又经过很多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起伏以后 最后丢了官 是个俗人 是一个普世的人 另外一个是甲雨村 那么另外一个 他这个是一个后来出家的 变成道士的 这个变成道士 甲雨村 我们也说甲雨村言 讲的是假的 假的话的 假的话的 甲雨村言 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一个 一个预言式的人物 预言式的一个人物 那么 所以他开头第一回的时候 甲雨村呢 他就列了 列了他说 这个人事件呢 有三种人 一种是大恶的人 一种是大恶的人 像那个 吃油 像那个 咒王 像那些 另外一个呢 是大善的人 孔子 周公 这些 中间有一些 中间有一些人 中间有的 有些人呢 是这个 这个 他 不归于这两种的人的 他两种气 不归于这两种人的 他是很特殊的 像那什么呢 竹林奇贤 不属于 这个人 不属于这个世俗的 这个规范的 像竹林奇贤 什么 这个 这个 阮吉 他们这些人 或者 女 如果是 女人的话呢 女性的话 像雪涛啊 这些 这种 这种 这种人 所以他讲 像贾宝玉呢 其实是属于这个 属于像那个 这个 阮吉这种 就是 属于这个 魏晋明士 不属于这个 不属于这个 这个 儒家这一套的 所以 他人物的构造 他也是跟 佛 道 儒 三家 很有关系 我们说那个 这个 贾 贾 跟贾宝玉的关系 这个父子关系 这个父子关系 贾 贾 他是代表 儒家的 当然 儒家 那 宝玉呢 他是佛道的 他们两个 两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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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 贾呢 很不喜欢 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 我们有个 有个习俗 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要去 要去 抓 抓这个 这些抓 抓东西 看看 他以后的 这个 这个 前途怎么样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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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 贾宝玉呢 哎 他喜欢去 摸那些脂粉 他说 这个一定是 个好色的以后 一定是个色鬼 一定是个好色 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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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宝玉后来呢 完全不合乎 完全不合乎 儒家的标准 完全不合乎 儒家的标准 他完全 这个是 像那个魏晋明氏一样 放荡于险害之外 所以 父子之间 父子之间 各种冲突 其实 也就是 儒家 儒家那一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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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氏 寄明的 这种 入室的思想 跟佛道方面 佛 佛道方面 道家方面 道家那个 佛道方面 那种 净花水月 浮生落梦的 出世的思想 之间的冲突 之间的冲突 所以这两个人物的设计 也就是两种哲学 两种哲学 入室哲学 跟出世 出世哲学 这个 冲突 有一回 进大官员了 大官员刚刚起好的时候 这个 贾政呢 就领了一群 所谓清客 跟着他一起的一些 一些清客 民事 然后呢 把宝玉一起带到大官员去 要他们提 要他们每个地方 要去提 提诗提词 因为 他的女儿 黄飞 原飞 要回来了 省清到大官员去 走了很多地方 都很漂亮 像这个 萧香馆 怡洪苑 到了一处 杜香村 杜香村 杜香村呢 他这个贾政呢 他们这个 就说 哎呀 这个地方真好 为什么好呢 人造的一些 人造的一些 种菜的 种田啊 养了一些鸡啊 鹅啊 那个 辱家 是很 辱家是非常理性现实 真的很朴素 真的很好 问宝玉说 这点好不好 宝玉说 这个 一点都不自然 全是人为的 这样那样这样的 讲了一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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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政说 你给我插出去 给我滚 他讲不过 为什么 一个是自然人 他说 一切应该自然的 一个自然 一个是人为的 辱家 他是 他是很重 很重视 是social order 一切要规范 一切要是人为的 人为的规范 道家呢 一切要规范自然 不是违反自然 这个 宝玉完全是个自然人 这个 贾政是个社会人 这两种哲学的冲突 就陷在这两父子身上 这两父子身上 所以他这个 这种的 三种哲学 三种哲学 鲁家 道家 这个 佛家 在我们这部小说里头 经常有一种tension 有一种紧张 的关系 有一种紧张的关系 他呢 我想我们中国人呢 大致上 大概身上 大概都经过 很多人 大致上都经过 这三种的 三种的这种 这种境界 我们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年轻有为的时候 大概都是辱家 我们要考好学校 我们要求好的职业 我们要用工 我们要做什么 入室的 完全入室的 到了中年的时候 到了中年的时候 大概 有时候丢关了 有时候股票捨光了 有时候离婚了 那时候都受了挫折 受了打击了 到家来了 到家来了 退隐了 看穿了 退隐了 到了晚年的时候 我想人生境界 往上看的时候 佛家来了 最后 最后佛家 所以辱家 道家 佛家 大致上 大致上 这三种的哲学 三种的 一种心路的历程 大概是我们 整个民族的 心理架 结构 心理结构 所以我们 有进 有退 有入室 有出室 所以这几种 几种 我们才有一种平衡 就像我们那个 一个 我们才是一个圈 道家的一个 道家的那个太极一样 我们是个圆满的 一个圆 一个圈 一个黑 一个白 一个阴 一个阳 这是我们 我们整个的 整个的哲学 所以我们 《红楼梦》 也是 《红楼梦》 也是 所以 我想 整本书 从头到尾 到了最后的时候 宝玉 当何 出家了 宝玉出家了 那回写得非常美 写得非常美 在一个 下雪天 贾政 送了这个 他的母亲的灵鹫 回来的时候 在岸上面 在停在岸边的时候 突然间 有一生一道 一个和尚 一个 一个 一个道士 夹着一个人 过来 那个人呢 穿个红的 星星 斗篷 剃光头 吃脚 朝他 这个 何时 四败 何时四败 一看 哎呀 是宝玉 你怎么会这样子 宝玉脸上 四杯四喜 一下子就被那个 和尚跟道士说 你疏远已了 就走了 那么这个 贾政就 追 追过去 看看 一下子 死 没有 中影了 听了一片 残畅的声音 就没有中影了 这个贾政回来 到船上面 他那时候才 才这个 醒悟过来说 原来 这个 宝玉 是到 这来 历劫的 他说 十九年 在人间 十九年 他哄了老太太 哄了那个祖母 十九年 原来 他是历劫的 难怪 他这一切的 这些行为 思想 那么 那么 那么不合规矩 这一下的时候 这个 这个父亲 很动人 这个父亲 那个时候 在心中 对这个儿子 有了 了解了 有了一了解 也有了一种 谅解了 一种谅解了 从前对他的憎恨 对他说 这个时候笑掉了 这个时候 也就是 这是一百二十 最后的时候 我想 也就是 最后的时候 我想 也就是 儒家 跟佛道之间 起了一种对话 最后一种 一种 dialogue 这两父子之间的 一种 心灵上的一种和解 也就是 这两种哲学 最后的 达到了一种的 达到了一种的 对话 所以他这本书 这本书 深刻的地方 就是说 它不光是 不光是 一本写实的 他也是 也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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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上的 那么 作为这哲学 作为一个写实的小说 当然他了不得 他把十八世纪的贵族 十八世纪 乾隆盛世的贵族生活 点点滴滴 这个巨细无疑的 统统记下来 我把它比喻作 大家看看 那个张哲端的 那个清明上河图 把北宋变良的 那个生活 统统用公笔画写下来 就刻下来了 我觉得曹雪芹也就是 用公笔画 把十八世纪 乾隆盛世的 那种点点滴滴 给他画下来 我想如果他自己 自己 曹家 曹家过过很繁荣的生活了 他们家里边 康熙到南 南巡到南京四次 都是他们家 接待的 得了吧 接到皇帝 你想看 接到皇帝 那种阵仗 那种的仪式 不得了 他在书里边 统统写下来 原非省清的时候 那种架式 我想只有经过这种方式 才写得出来 具细无疑地写下来 写得真 写得非常详细 我可以说 他们贵族阶级 他们吃的 用的 穿的 他们的言行 举止 曹雪芹 非常精确地 非常正确地 把它记录下来 用了最精确的语言 把它写下来 所以这也是一本了不得了不得的写实小说 他的写实功夫 那是第一流的 可能 他也经过 经过了 他自己经过的那种生活 他才写得出来 如果他不是经过这种生活 我想他很难 很难会写到 到那个地步 很难写到那个地步 那当然 他最厉害的 这本小说 他就是人物的塑造 人物的塑造 那不用说了 贾宝玉 什么林黛玉 像雪宝钗 王熙凤 这些都是 这种主要人物 当然写得好 写得栩栩如深 你看 他那本书 有名有姓的 有两百多个人 有名有姓的 有两百多个人 很多人 他完全是个人化的 他被一个小丫头出来 讲一句话 哎 你就 马上你就记得这个人 他这点厉害 只要 我讲他能够 撒豆成冰 你看 他说 他只要有 出现一个人 他嘟一口气 那个人就活了 他这个厉害的 我举一个例子吧 举一个例子 你说他 这里边 他们的堂姐妹 姐妹也算起来 有四个村 圆村 那个黄匪 迎村 是老二 探村 是老三 这个 戏村 是老四 他们堂姐妹 有四个 不是 不算 都不算主角 都不算主要人物 都不算主要人物 可是四个村 你会都记得 都记得 为什么 他很 很重要的 他给他一句话 给他一个描写 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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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那个 原村 讲他 回来 醒清 讲他 黄飞 排上 大的不得了 那你这写了半天 那是很模糊的 这个人 可是 他有一句话 当那些 这些 国家的仪式完了以后 他变成了家里面 跟他 跟贾母 跟他母亲 王夫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突然间握住 那个 他那个 这个贾母的手 他说 当初 他们当看了他 那个贾母啊 王夫人都很 因为这个女儿 嫁住 见不到了 嫁在宫里面 嫁在皇帝里面 见不到了 回来的时候 很感触地哭了 他突然间摸到那手 他说 当初 既然送我到那个 见不得人的地方 不能见人的地方 现在 大家还在哭 他想说 等一下我回去 又不能相见了 这一句话 就把它 humanized 我觉得 人性 他作为女儿 而且呢 他那句话 当初 送我到 不得见人的地方 黄宫里面 那个 黄宫里面 你看 我们说 猴们一入 已经深入海了 黄宫里面 真的掉到大海里面去 掉到大洋里面去了 根本 大概 你看看 黄宫里面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你看 那个生活好过吗 不好过的 他虽然很得宠 一句话 已经把他那个心 把那个 原村的内心的心酸 讲出来了 他不必多写 一句话够了 一句话够了 讲那个原村 这个老二 迎村 很懦弱的一个女孩子 很懦弱的一个女孩子 他的外号叫 二木头 二木头 很懦弱的 都欺负他 他的奶妈 把他东西都偷走了 都偷走了 他们下面吵得一塌糊涂 他在做什么 他在看太上感音片 他在到家 到家无为的时候 你们吵你们的 我来看我的 你们吵去吧 这一件事情 他讲了这个女孩子 不管是很懦弱的 够了 太上感 下面吵得不可开交 他在看太上感音片 那个碳村 她的外号 她的外号是什么的 她讲的 玫瑰多次 这个三姑娘很厉害 跟那个姐姐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大官员有一次 自己抄家了 自己抄大官员 自己抄大官员 有一个到他 抄到这个碳村家里面的时候 碳村不准他们动 他说这个 我呢 他说 你可以来抄我 我抄的东西你不能再抄 有一个叫王善宝家的 他的那个 一个 一个女佣人 不识相 跑去把她衣服 宣现 你身上我也抄过了三姑娘 她探村一个耳光过去 啪 一打 打了 打过去 你敢动我 动我身上 我觉得那个巴掌 整个大官员的打响了 那个巴掌 这个三姑娘厉害 三姑娘厉害 二姑娘 她下面吵了一塌糊涂 她就看台上干一片 这个三姑娘呢 动弹下去 一个耳光就过去 完全个性鲜明 四姑娘呢 以后要做尼姑的戏村 四姑娘以后就做尼姑的 做尼姑的 好 这个 大家送 大家他们的女孩子要带花吗 这个 就送了宫花 宫里边 植的花 每个人送了 送到戏村的时候 戏村说 我这个头发 以后要剃的 到查到哪儿去 一句话 就讲了 以后要当尼姑了 所以曹雪芊 在最合适的时候 给他们一句话 最合适 给他一个动作 你永远不会忘记 这四姐妹清清楚楚 而且他们都是 minor character 都是这个 小人物 他讲这个 形容那个 秦文 丫头 丫鬟 讲他美 怎么说他 削肩膀 我们说以前 削肩膀是吧 美人肩哦 下面一个不得了 水蛇腰 蛇腰已经不得了了 水蛇腰 这个女孩子还得了得 难怪后来 王芬把她赶出去 怕她 说她是勾引贾宝玉 水蛇腰的女孩子 蛇腰 大家就想得到 水蛇腰 这就是天才 水舌妖 在水上面那个舌在水上面行 你看还得了吗 所以形容得好 讲得好 他这个人物 一个tag 贴你一个标签 马上就活起来 他的人物各个鲜明 你可以 我想呢 你可以把它为什么写得那么好 对话写得好 下面说 他最后呢 他的那个语言 我想他是极大成的一本书 极了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戏曲 他极了大成的一本书 必须在乾隆时代 要在牡丹亭金平梅之后 他极了所有这些 极了所有这些大成 成的这本书 他这本书 他的那个 他的文字 文学就是文字艺术 文字不好 根本不可能成为 成为一本经典之作 他的文字了不得 是一流一流的 他的文字 他文字呢 他是极大成的 极大成的文字 我们中国诗词歌赋一直下来 他呢 而且呢 样样推成初心 他重新又把它 重新又把它 recreate 重新把它创造过 他既然有 他是南京出生 在南京度过青少年 他在北京 晚年最后死在北京 所以他身上既有江南那种 江南的文化 有精灵苏州 精灵孤苏那种 婉转缠绵 他的风格 这种文化 他又有北京 他又有北京那种 那种 那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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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残照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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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凉 悲 那种 那种 苍茫悲凉的那种气派 所以他 曹远秦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文化的结构 他本人文化结构很复杂的 他既是汉人 又是满人 他既是南方人 又是北方人 他既是属于那个 被统治阶级 奴仆阶级 他又是属于上层阶级 所以他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 也就表现出非常复杂的 这本书里边 所以他的文字呢 他是文白相间 他的里边有文言文的 也有白话文 但是运用得非常好 他又有诗诗歌赋在里边 也用得非常好 而呢 他呢 这个雅书 他并存 雅的地方也非常雅 俗的地方 俗到极点 俗到极点 他雅书并存 文白相间 南北相合 所以它是个非常复杂的一本书 所以我想 这也才构成它是 它是真正正正的masterpiece 所以也是我们 我想 也是我们 我们觉得 我们这个民族 我觉得能够在十八世纪产生的这一个文化贵宝 所以我们了不得 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感觉到骄傲的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这本书 大家一定要看 做一种 这本书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里面 举足轻重 看了这以后 我想对哲学思想 对宗教的情怀 对文字的修养 对人情世故的了解 对人物的整个的相间的关系 都有非常非常深刻 我自己看了这本书 我自己看了这本 得益于这本书 一生是 我想对我影响的一生 我想对于这本书 我也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想一定受益 我想你现在也许二十几岁看一次 三十几岁再看一次 四十五十六十到了七十再看 每次看都有新的发现 都有新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本书 我觉得我想我们大家都只应该 应该我想花时间来阅读 我们最了不起的一本小说 谢谢大家 感谢白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 相信老师的幽默 刚才大家都沉浸其中 白老师请就坐 刚刚作为听众之一 我也真是感觉大快朵 一韵味无穷 收获良朵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再次邀请金圣华教授上台 主持问答环节 有请金教授 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欢迎各位踊跃到台前提问 各位可以走到台前 以英语或普通话发问 想要提问的嘉宾 请在麦克风前排队等候 提问时请先介绍自己的姓名 院校 感谢大家的配合 那么现在提问环节开始 好 请第一位同学可以开始提问 白星老师您好 我 先说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的机会难得 希望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要把握这个机会 跟白老师提出来 刚才他说的那么 一百个钟头的这个红楼梦 浓缩在一个钟头里头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意有未尽的 各位提出问题呢 可以用普通话 也可以用广东话 因为白老师的广东话很赖 好 现在请第一位同学发言 白老师您好 我来自于内地江苏省南通市 离苏州很近 我本科就读于苏州 所以当时本科的时候 也接触了一点昆曲 但是觉得很难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听您的昆曲讲座 那么我是 我叫瞿聪一 来自于文学院英文系 现在是哲学硕士 那么我本科的时候主修翻译 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像刚刚刚开始的时候 您也说到了我们中华文化复兴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主修英文和翻译的学生 我觉得我的责任之一是 这种跨文化的交际 那么您觉得像《红楼梦》的英译本 比如说最著名的有两种 David Hawk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还有杨献毅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您个人比较喜欢哪一种 为什么 谢谢 这个要问金老师 这个翻译大家在这里 不过我讲几句 然后您结果就讲 当然是你说的 没有 这个我在教 我在这个U.C.C.C.教的时候 用的是David Hawks那本 但是他英文漂亮得不得了了 因为他还有他的女婿Minfo John Minfo 那个非常漂亮的 虽然还有一些小地方 等他总是会 我不太同意了 他把那个红字翻成绿的 把绿的我不太同意 我大致上他很了不得 杨献毅那本我没有深研究 只是翻了看一看 对了一下子 没有深入研究不好比较 请金老师讲 那个两个版本 杨献毅老师 这个杨献毅跟那个Gladys 他们的翻译的背景 实在是非常的悲惨 因为他们开始翻的时候 是江青叫他们翻的 江青还指定什么版本 什么版本 然后呢 他们两位翻了一半的时候呢 各自都进了监狱了 所以这个红楼梦是 他后来出来以后再继续的 所以他们那个当时的条件 不能够跟那个David Hawks 他们那么相比 不过呢 他们有非常的 也有优良之处 就是说 他们翻译比较 忠实于原文 而且呢 是两位大将 一个是 这个 杨献毅 他是到英国学 外国的 那个 英国的文学 然后他的夫人呢 是一个英国人 他学的是中国文学 他们他两个就收 就好像 这一个桥头堡吧 一个是英的 一个是中的 所以他们也有可取之处 我觉得应该两个版本 都参考 他们彼此 两个译者之间呢 心心相细的 好 谢谢 白先生好 金教授好 我叫王乃玉 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现在就读市场营销专业的硕士 我是从初中开始就读红楼梦 然后到现在呢 上硕士 我觉得红楼梦 常读常新 然后刚才白先生讲说 推荐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都要读一读红楼梦 然后我想问一下 白先生 您从青少年到周年 然后再到现在 您觉得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就是您关注的点 或者说品读的人生 矿位有什么不同 好的好的 年轻的时候 都看那个 贾宝玉 林大约爱情 三角 上面还有 杰宝采的三角恋爱 都看 都看爱情 追着爱情看 其他有好多不懂 不懂就跳过去了 然后呢 后来慢慢看懂了 以后到教书的时候 那就要认真看了 到教书的时候 那就一点一点 通通要找到来看 所以不同的阶段 那我现在到最后 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 那么我这一生 累积了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最后看的时候 哎呀还发现 原来真是天书 好多密码 又翻 又给我翻出来了 所以每个阶段 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劝大家 每十年 可以看一次 你都有不同的收获的 谢谢您 我再补一下 开头大家看的时候 大概因为太复杂 人物太多 太复杂 可能会觉得 哎呀 看不下去 觉得不要放弃 慢慢看 总共会会看懂的 慢慢看 我插一句 你现在要看的时候 最好先看 白鲜勇 细说红楼梦 请老师去 替我做广告 谢谢两位 我是佛教上的英文中学的中文老师 今天其实我也带了几十位的修读文学的同学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听得明不明白 可是我这些同学们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同学 尤其是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的氛围里 要修读文学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就想白教授你能在这里鼓励一下他们 让他们知道你在这个这么长的研究的道路上 到底文学你觉得有什么价值呢 可不可以给他们在看起来比较 可能是说比较孤单的路上有一点亮光 谢谢您 可以把你稍微简单一点 白老师想再读一下你的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想问一问白教授 您在研究文学的这么长的路上 到底文学有什么价值呢 因为我今天带了很多的文学生来 他们可能也会问 到底文学对他们有什么用呢 谢谢您 好的好的好的 但讲到文学什么 常常您这个问题 我被问过很多次 文学什么用 为什么有什么价值 什么用 文学没有用 我想杜甫的诗那么了不得 他也没有能挽回唐朝的命运 摘摘摘摘摘摘摘的命运 所以我想文学 我想对股票市场没有用 对的 我想没有用 可是可是 我想文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教育 我想这个情感教育 你看到文学的书 对于你 我想我们的感情 你不要以为我们的感情 生来就来 不用受教育 不是的 我想我们的情感 情感尤其是我们化为 不管爱情 亲情 人伦 这些一切 都要有受教育的 我想文学是最好的 最好的对情感的教育 我想你看到最了不得的文学 对人生 对人的了解 甚至对你自己的了解 对自己的了解 都有很大的帮助 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这个文学的确 它的用处在实际 实际的范围里面 可能没有很大的用处 可是它的用处在你精神层面上 心灵层面上 很大很大的 很重要的 你说一个人 念过很多很好的文学作品 念通了的 跟一个从来没念过文学作品 你比一比 马上看得可以比得出来 我想 变化气质 教育人 对人的看法 而且还有就是人教育你 而且对人的宽容跟同情 这个很要紧 这个很要紧 可要知道 当年我们白教授 就是从一个很有用的 水利工程 他不读 他后来就选了一个 没有用的文学来念 然后我们今天才有 这么伟大的一个文学家在这 你要知道文学 有没有用呢 你就想一下吧 谢谢 谢谢你们 两位教授好 你们好 您好 谢谢你的《红楼梦》 道上课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 非常的精彩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中文和教育的三年级学生 我叫陈家俊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红楼梦》 这个书的版本研究 是一个大学问 现在的方间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例如根层本 层甲本 层乙本 如果让您去选一个很好的上本 让我们去研读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本子呢 为什么 谢谢 这个很要紧 这个很要紧啊 这个很要紧 我讲一讲 那个同学提出来是根层本 跟成一本两个 现在是最比较通行的 这两个版本 我在台大教书 教了三个学期 从第一回教到 一百二十回 是这样子的 我在美国教的时候 我在美国教的时候 通通是用的是 以诚意本为底本的 那个本子 《红楼梦》 那么它是台湾 桂冠出版社出的 桂冠出版社出的 它的这个注释 注解非常好 是启公 它就注解注注的 那个本子非常好 后来呢 2004年断版了 所以我在台大 这次教的 是用那个 根层本子 冯启雍 1982年 人民文学处的那个本子 那本子在台湾 这个李仁书局 重新把它印 我用的是那个本子 那个注释也很好 可是 根层本 我以前 那些版本 我都翻过 但是没有仔细去对过 这一次因为教书的关系 因为用了根层本 所以我把 成一本跟根层本 这两个本子 从头到尾 细对过一次 我就发觉 根层本有很大的问题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金教授 那个话讲了 你要真正要 看很多问题的话 看我那一本 吸收 我全部挑出来了 从头到尾 对出来了 根层本的确有很大的问题 对人物的描写 整个扭曲掉了 整个扭曲掉了 像举一个例子 尤三姐 非常有名的 尤三姐 根层本把它写成了 一个水性洋化 一个女性 但是成一本不是的 成一本讲 她是非常非常刚烈 真结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这个才是合乎 整个的那一段的逻辑 把它写成跟她水性洋化的 跟她这个姐夫 贾真老早有的 那整个不能成立的 后来为什么自杀 为什么不能成立的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很多例子 我都举出来了 我都举出来了 我要推荐你看的话 看成一本 是胡适 胡适推荐那个本子 好的 谢谢 白先生您好 感谢您刚刚精彩的导赏 我是来自善恒书院 一三届物理系的本科生 我就是之前也是 对《红楼梦》非常的有感触 我觉得它的确是一本奇书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刚一直在讲 曹雪芹 曹先生的这个架构啊 笔法呀 但是民间呢 更多认为是 后四十回是高厄先生所做 是吧 对 然后我个人最受感触的一回 也是高厄先生做的一回 就是后半部分的一回 就是贾宝玉和宝钗成亲的时候 然后林黛玉去世的那一回 我觉得就是挺感动的 对 我就想问一下 实际上高先生是不是把曹先生的这个精神 一脉相承下来了呢 就是他们的主旨是不是连续下来的 好 这种同学你提出来最争议最大的这个一个问题 说是前八十回 后四十回 后四十回是高二续作的 从胡十那时一直下来 好多代的红学家都认定要定是高二续作的 但是现在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后四十回不是高二续作的 不是高二续作的 后四十回本来就是曹雪芹的原稿 是高二续作的 修改的 修补的 我倾向于这个 觉得是曹雪芹的原稿 第一 我还想不出来世界上经典小说 我想经典小说 有名的经典小说 是两个作者 两个小说家 两个小说家一定打架的 如果都是好小说家的话 不可能 两个小说家共同完成的 我想不出这个例子来 第一 第二 《红楼梦》那么复杂 千头万续 千头万续 后四十回是换一个作者 我觉得简直不可能 最重要的是他人物讲话的口条 口气 要统一 不可能的 几乎 贾母的口 贾母 前八十回的贾母 后四的贾母 绝对是同一个人 绝对是同一个人 那个 这个什么那个 高二跟陈委员那个序呀 跟影言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所以这个后四十回是他们从收藏家那边找到的 还有从担子上面买回来的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修补好的 不晓得为什么胡思他们不相信他的话 现在找不出铁针他们撒谎 那我们就相信他吧 我愿意想 如果说后面是另外一个作者 那这个作者的财口比曹小泉还要高 因为后四十回写得太好 我来讲的话 张爱玲 我不知道为什么痛抵后四十回 讲后四十回 我完全跟他不同意 我觉得后四十回写得精彩极了 宝玉出家 待遇之死 写得非常非常精彩 没有后四十回这本书根本不能成立的 谢谢 谢谢 提醒一下后面的嘉宾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请后面的嘉宾尽量精简你们的提问 感谢配合 两位老师好 你好 我是来自PolyU中国文化学系的研究生 我在上一学期有修过黄英龙老师的《红楼梦》课 我也是一个 我虽然现在只活到了二十来岁 但是我已经是一个十几岁的红迷了 我从很小就开始读《红楼梦》 在上一学期我也有认真拜读过您的那个《细说红楼梦》这一套书 我对您就是说到《红楼梦》和他父亲在 不 贾宝玉和他父亲在最后那个雪地里面的那个和解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您说就是说他和他的父亲在这里进行一次和解 也是儒家和佛道的一次和解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是让我对《红楼梦》的理解进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上去 但是我今天提出了一个比较细节性的问题吧 就是这《红楼梦》里有两个人物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一个是那个博足道人再就是那个赖头和尚 就是这一僧一道 我觉得他们这两个人物在《红楼梦》整本书中 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他是另外一个曹雪芹在推动了这个故事的发展 或者说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想问一下您 白仙永先生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想这两个人其实就代表一个道 一个道价佛价 我想这两种哲学是加持在宝玉身上 我想这两个 等于是这两种哲学 抽象哲学的具体化 把两个人物代表这两种哲学 把两个人物代表这两种哲学 其实这两哲学其实也就是合在宝玉身上这个 所以他 我说这本书是一个象征主义的一本小说 他那个像所谓那个symbols 他都用的就是实在的 要么用人物 要么是一块玉 一个一把金锁 他很多都是一些symbols 我想这两个人也是两个symbols 我想再进一步问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在阅读的时候有觉得 可能是曹雪芹对她过去的那段时间 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 她有没有可能会把自己的痛苦 就是希望有这么两个人来帮助她解脱一下自己的痛苦 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想还有一个人 这又长了 还有这个 《红楼梦》 《红楼梦》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秦真录 有没有 秦真录还有一个空空道人的 讲秦真录 他由色如空 所以他叫做秦真录 所以这本书叫秦真录 我想不是 我想不要被曹雪芹蒙骗过了 秦真所指就是贾宝玉 秦真才是贾宝玉 这本书秦真录就是讲它的故事 你看秦 本来是秦真 出家了还要什么秦呢 要斩断了秦才能出家 是不是 我想其实就是 宝玉就是个秦真 他的宗教就是个秦 他最后兜那个 大斗篷出家的时候 他是担负了人间所有的秦出家的 他担负了人间所有秦的痛苦 担负了人间秦的痛苦出去的 他那个 他那个红头篷就是他的秦的十字架 所以我觉得他的出家不是逃避 也不是逃禅 也不光是为了待遇之死 他出家是担负了人间所有 他是秦跟下来的 所有被秦所刺痛的苍痛出家的 我觉得这个王果为 王果为说 讲礼后祖的词 他说 有一些类 这些书写 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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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持家跟基督 他要延然以持家跟基督 担负人间痛 我觉得这句话用的 家宝玉生生最合适 我觉得他一方面 我想他的传 他是佛陀前传 第二个 我想他有 有这个 基督的那种的 那种的 那种的 担负 担负了所有的秦 所以叫秦真路 所以叫秦真路 所以他是秦真 所以我这才是 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谢谢老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提出问题 尽量精简 好好好 老师你好 白老师你好 金教授你好 我是中文大学的 日本研究的二年级生 那个《红楼梦》是我 我父亲从小的时候就给我 但是他在嘱咐我不要 从小就看 他让我长大以后再看 看了之后我就明白了 但是我就问一个 比较细节性的问题 我看过一些评论说 除了《宝玉》之外 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凤姐 就是二少奶奶 我看过这个评论 我觉得很奇怪 很有趣 我想问问先生 是怎么看这种说法的 哪一方面 就是他们说 这本书其实有两个主角 除了《宝玉》之外 还有就是王熙凤 二少奶奶 所以说以写实 宝玉这个人 讲这个写实层面来讲 他不是不写实的 这个人 你看 他不是个真人 他的佛性大于人性 我想如果他真是真人的话 一个teenager 旁边那么多女孩子 我想他变成贾年老 应该 我想这么多女孩子在旁边 我想他 在贾宝玉 我想他比较是一个象征人物 在这本书里头 虽然你觉得他实在是 他其实是 他根本上是个象征人物 王熙凤是实实在在的 王熙凤是个实实在在的写实人物 最实在是他 写的最深 最实在 最realistic 最实在是他 我觉得整本书里面 真正实在的人物是王熙凤 但是呢 象征 他不光是一个写实小说 我想他也是本象征主义的小说 象征主义层面的话 当然 贾宝玉是主角 贾宝玉是主角 谢谢老师 白老师好 金教授好 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边见到白老师 《红楼梦》对于我而言 是一本 影响我非常深刻的一本书 我大概是从中学的时候 开始就一直读《红楼梦》 包括我后面到大学的时候 来到英国去读书 读了三年 我也是一直把《红楼梦》 带在身边一直研读 所以说我今天听到白老师 今天刚才在演讲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说 《红楼梦》里面 可以看到百态的人生 我们可以看见 所有人的影子在里面 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那我今天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跟前面一位同学 也比较类似 就是关于王熙凤凤姐 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问题 就是凤姐她一直以来 就是受到了两种极端的一个评价 如果说是推崇的人 对于她而言 就会说凤姐是整个《红楼梦》家族 或者说《红楼梦》这本书里面 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角色 因为她果敢 她最像现代人 她也是我们可以从现代人 可以从凤姐中学到最多的一个人物 但是如果是批评的角色的话 凤姐也是受到最多争议的一个角色 因为她对于她的丈夫贾莲是非常的有基督心 然后她对于身边的各种人的不信任 包括她有一些心很熟辣 包括种种的批评 所以我不知道白老师您是怎么看凤姐 有一个极端的重评价的这样一个人物 唯其凤姐争议大 所以她写得最好 我想说最好的一个人物 因为她多面嘛 所以她把人生的多面都得写出来了 她有她 有她非常 非常这个 这个 我想 毒辣 这种 她也贪 她也贪婪 她也贪婪 可是她非常能干 她非常这个 她是 我想她是大观园里面的行政院长 她能够总理这么多人 作为一个小说人物 她是第一 写得好 写得好 但是你再做一个真实人物 当然 她有人性上的很多缺点 她人性上的很多缺点 但是呢 在某方面说 她也很human 她是个粗 她是个粗海子 粗缸子 粗海子 说她 哪个太太不 丈夫有外语不吃醋 你说 总归有外语 何况 那要是说 庭 甲链 那它 咱尔 那么難 那么好色的一个帐户 但是她要 王希凤可以这么讲 她是最可怕的敌人 尤其是情敌,絕不饒過 可是他也非常人性 在某些地方,他也給他相當好的,相當人性的寫法 他是一個真實的人,所以寫得好 好,謝謝 不好意思,因為時間的關係 主辦機構說請盡量精簡問一個問題 白鑫勇老師,你好 我是來自香港晉慧大學移民比較文學研究生 我想問的問題是 在問問題之前我先分享一個 三個字,三句話 就是我對紅龍門的一個最大的感受 就是說他教會了讓我去更加理解愛寬容慈悲 我覺得愛寬容慈悲 對,我覺得這三個點對我影響非常的大 然後我的問題是 我覺得一部《紅龍門》在18世紀寫出來 讓大家讀到現在,對現代人 我覺得以後是不夠的 所以我想問的是 在當今我們這個社會背景之下 能否再寫出這樣的一部作品 如果說要寫出這樣一部作品 那白鑫勇老師你認為是 以怎樣的一個背景 以是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 從繁榮到沒落這樣子一個為背景 還是從一個比較貧窮的家庭到繁榮 這樣的一個為背景比較好 好的,這位同學 你說《紅龍門》對你的影響非常好 因為曹小禎的確是以大悲之心來看他的人物 所以他包容了所有一切的人事間的 他都能包容 所以這個了不得 我想文學其實他的目的在這裡 教你怎麼寬容 至於說我想再去寫一本《紅龍門》恐怕難了 因為以他的背景 以他的那個 我覺得現在 但是不一定 文學不一定的 所以王國維說 那個詩的境界有大有小 不以這個分憂裂 那的確是 的確是 小的境界你寫得好 也是一樣有價值 當然 像《紅龍門》那麼大的 難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乾隆時代 我們現在不是乾隆盛世 不是乾隆盛世 家庭什麼都改了 不一樣了 好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好 好 感謝白老師和金教授 然後 我也是從 我就是初中的時候 然後就接觸《紅龍門》 然後呢我也 其實也有聽過就是 劉欣武老師 和周如昌老師 來分析《紅龍門》的 那就是剛剛 白老師你提到了 賈雨村 然後呢你們要說 曾世穎的故事 曾世穎 對 所以我就是想 第一就是想 在這邊的話呢 希望您能再多講一點 關於曾世穎的 對 第二個就是 好吧 好吧 就講這一個吧 那就一個問題吧 漏掉曾世穎 他那個 一開頭的時候就是 賈雨村跟曾世穎 兩個人物嘛 其實也就是 一個是熟人 入世的 入世的熟人 另外一個是陳道的 到了後來 後來陳道了 不是 我想很重要一點 就是那個 他就 曾世穎 你聽到好了歌嗎 好就是了嗎 了就是好 他說 你這個不了就不好 要好就要了 他說 所以這個好了歌 等於是這個 等於是這個 《紅龍夢》的一個序曲 《紅龍夢》一個序曲 一個序曲 那個曾世穎呢 也就是代表了 一開頭就是 一個入世 一個出世 一個儒家的這種 這種熟世的東西 一個是道家 出世的這種的 一開頭就是這個喻言 白老師你好 我是來自台灣 然後今年大一的 上學院學生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上學形成在那個 能夠中國文化衰弱的 那個轉這一點 然後能夠創造出 《紅龍夢》的這個巨著 那您說像張愛玲這樣 說後世之回都面目可正的 這樣的一個女作家 她也是有她的家庭背景 跟她所承載的實在意義 那我們再看說 不管說路由 她不光是北京中原日 家紀五望高乃翁 這樣的情感 讓我們很感動 那以文學創作而言呢 如果我們不能夠 有那樣的生活經驗 或是不能夠 有那樣子的一個體會 也不能夠像李白友 具懷疑心 壯思非的情感的話 那文學創作應該是 怎麼樣的一個入境呢 其實《紅龍夢》表面上 是寫大家族的興衰 其實她真是講的 人生無常 她寫的是佛家的這種 那種枯容 人生無常 其實這種現象到處都發生 到處在我們周邊 在我們的家族 家庭 人生 都發生的 所以她那個哲學是一種 宇宙無常 是普世的 也許每個人物不一樣 家庭的遭遇不一樣 她最後 她講的大觀元 最後必然崩潰掉 那就是因為佛家的最後 我講的佛家的最後叫做無常 人生 所以有天下沒有不善的沿襲 就是《紅龍夢》最後的那種境界 我想我們現在人是 也常常有的 不一定要到好像 吵架那麼大的 好像假家那麼大的 其實每個人在我們周遭 這種事情 也都發生的 也可以寫 也可以寫 也可以寫的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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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健師好 金教授好 我是香港晉惠大學電影學院的 研究生 我叫張孟澤 然後我就問一個跟我 專業相關的問題 不知道白先生有沒有看過 《紅龍夢》改編的影視作品 就是對這些 對文學著作改編成影視作品 有什麼樣的看法和建議呢 謝謝 《紅龍夢》 《紅龍夢》改編好多 成功的少 因為它太難了 太難弄了 它成功的機會很少 不過不見得完全不能改 我們還是很可能有一天 尤其 《紅龍夢》會出來 最後一位同學 還有嗎 沒有了 可以了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 還有 還有問題嗎 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 我想用廣東話 我想用廣東話 我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 我想問一下 自稱他寫一個中國現代小說史 裡面 他也有說過《紅龍夢》 他很推崇 道斯托亞夫斯基的《聚語法》 卡拉馬祖夫兄弟 我記得白老師 你之前都講過這本書 你都很喜歡的 但是他就覺得 《道斯托亞夫斯基》的書 是有一個宗教的關懷 但是他就覺得《紅龍夢》 到了最後都是講空 所以他就是 對《紅龍夢》 其實他不是說真的這麼推崇 我想問白老師 你對於夏自稱 他的評論有什麼看法 那我想 現在先是把他 兩本書來比較 《紅龍夢》 在某方面很不一樣 在另外一方面 宗教的情懷 我覺得我看了以後 很相同 最後的時候 《紅龍夢》 你看完了 也是一種對整個人事的 基督教的悲憫 對整個人生的悲憫 《紅龍夢》看了以後 也有這種不同的方法 也有不同的方法 《紅龍夢》 《紅龍夢》 因為《紅龍夢》 也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那兩本小說 《紅龍夢》 《紅龍夢》 有這麼同樣的高度 好 謝謝 今天非常的圓滿 謝謝白老師 給我們最精采的演講 我相信最後各位在座的朋友 一定跟我有一個同樣的心願 希望我們的副校長在這 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 能夠請到白老師來中文大學 開紅樓夢導讀的課程 謝謝白老師 謝謝白老師 感謝白老師金教授 以及大家的熱情參與 讓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白老師我們帶來的 引人入勝的導賞 請兩位留步 現在我們有請新院長代表 扇橫書院製送紀念品 給白老師以及金教授 有請新院長 請三位留步 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有請以下嘉賓上台合影留念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霍太輝教授 協理副校長 王淑英教授 協理副校長 文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有請 請台上嘉賓 請台上嘉賓共同合影留念 讓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感謝各位台上的嘉賓 以及白老師精彩的講解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上橫書院主辦的 《傑出訪問學人講座》 《白仙勇老師導賞紅羅夢》 即上橫書院十周年特別活動 再次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講座 最後我宣布 由上橫書院主辦的 《傑出訪問學人講座》 《白仙勇老師導賞紅羅夢》 正式結束 感謝大家